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我是伊丽莎白奇亚 今天做客我们日内瓦演播室的嘉宾 是创新营销机构Lavincom的创始人路易吉 马德拉尼 你好路易吉 欢迎您的光临 首先请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个人品牌 这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有多重要 通常来说品牌的概念 仅涉及到企业 但事实上 现在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独特的 与众不同的品牌 不幸的是只有少数人 会开发自身的品牌 个人品牌推广 包括将自己的存在感 电子足迹 还有个人资料 公布在LinkedIn Facebook和谷歌等网站 此外还有在真实世界里 大家对您的接受度 比如您的言谈 打扮 其他人在与您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 个人品牌对特定的人群和公司都很重要 如果您想到公司是个体的集合 公司聘请的人也会汇集成共同的特性 因此公司有必要考虑到个人品牌的问题 了解可能会给公司带来的影响 要知道个人会是公司形象的反应 很明显 对于特定的人 个人品牌同样很重要 它直接关系到大家对您的接受和对您的评价 反过来对整个社会也很重要 考虑到现代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 您有何建议呢 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在我看来 我们现在处于类似的工业革命那样的时期 我认为是工业化后的第二大变革 考虑不同类型的现代技术 改变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过程 现在要求工作人员具备一些新的 甚至可能不存在的技能和能力 但企业却对此有要求 这无疑会根本上改变大型公司的工作流程 以及员工在业务进行的执行方式 当前阶段很多公司都在进行重组 很多公司在裁员或者接受事业人员 需要明白 现在找到工作养活自己 这已经不是梦想了 而离职是为了自身的职业生涯得到发展 但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决定如何来开发自身的能力 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您需要决定自己的工作地位 可能到另一企业来谋生 也可能发展自己的视野 这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市场情况也不断变化的条件下 需要如何去做 这又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呢 我们可以举金融市场的例子 例如您在一家私人银行工作 您想让自己的姓名与什么被联系在一起呢 您期望您的现有或者潜在客户如何接受您呢 这都与品牌有关 您需要如何去做呢 一般来说 第一步要确定您的核心价值观 您的生活目标是什么 对什么感兴趣 当您确定理清了这些信息之后 您可以开始自身的营销计划制定 这将会使您的个人品牌构建 该计划将包含您在网上公布任何信息 您希望自己工作发展的范围 您希望在Linked上使用何种类型的页面 和个性化更明显的Facebook上页面有何区别 除此之外 需要提高自己的技能 考虑如何与他人相处 而这需要勤奋和持续性 当然 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成为自己领域里的权威 这不仅能够强化自己已有的地位 还能在寻找工作时获得成功的机遇 录一集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次访谈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内容和独家采访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